谢尔顿看了看手中的牌 自信地推出了筹码 而对面的奶奶却拿起了镜子 让她看看牌再看看镜子 奶奶问她这意味着什么 随后奶奶让谢尔顿再看看自己 奶奶看着自己的牌 表现出一副难过的样子 聪明的谢尔顿立马就了解了 这意味着奶奶有一副不好的牌 奶奶加大了筹码 谢尔顿自信地跟上了她 可她输了 谢尔顿很懊恼 奶奶明明看到牌后很不开心 她拿起镜子问奶奶 小谢尔顿是无神论者 他相信科学 在教堂上 他公然和主持唱反调 可主持人告诉他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相信上帝 牛顿 爱因斯坦 甚至是达尔文 听到这谢尔顿提出 谢尔顿陷入了沉思 几天后 爸爸心脏犯了毛病 妈妈连夜将爸爸送去了医院 让奶奶前来照看孩子们 孩子们想要一起去医院 可妈妈让他们待在家里 让他们不要动 妈妈让他们不要动 他们就真的没动 直到奶奶到来 他们对爸爸担心极了 不久后 哥哥也回来了 得知爸爸去了医院 乔治立马提出去医院 奶奶拦住了他 晚上 谢尔顿和妹妹躺在床上 由于担心爸爸根本睡不着 每次电话响的时候 他们都十分紧张 而这时哥哥推开了门 他们悄悄地来到院子里 偷了奶奶的车钥匙 准备开车去医院 可乔治根本不会开车 他只开过拖拉机 谢尔顿十分害怕 决定不一同前去 汽车里 乔治发动了汽车 突然小耳朵打开了车门 他戴上了头盔 抱上了四个枕头 爬上了汽车 就这样他们出发了 小乔治开着车 在路上东倒西歪的 专挑垃圾桶撞 另一边 奶奶终于发现 小鬼们开着他的车去医院了 奶奶赶到了医院 紧张地问孩子们在哪 妈妈还一脸猛逼 而这时孩子们 也从一旁冲了出来 奶奶自己也不想挨劈 于是便和孩子们 一起瞒住了妈妈 妈妈去陪正在进行手术的爸爸 而正准备去上厕所的小耳朵 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爸爸 等到他从厕所出来 看到对面便是一个小礼堂 他推开房门 在座位的最旁边坐了下来 双手合十 他并不是向上帝祈祷 而是向先前的牧师 不久后 孩子们都躺在奶奶身上睡着了 哥哥依旧按赖不住 妈妈早得出来 告诉他们爸爸的手术成功了 在那一瞬间 谢尔顿心里充满了信仰的治愈感 也许科学遍布了世界 可这并不意味着神和科学不能共存 科学是事实 神是信仰